謝謝黃偉培 看看其他新聞 繼續品牌系列的報導 不少人熱氣時都會喝涼茶 傳統的涼茶店給人有老土的感覺 有企業就成功扭轉這種飲品的形象 塑造一個健康時尚的涼茶品牌 成功在市場佔一席位 廖家欣講講 不少人都說24味是甘不是苦的 不過怎樣都好 這種味道不是個個都入口的 要將一種苦口良藥發揚光大 公司就要下一番苦工 不是所有苦的 譬如我小哥喝的夏孚草和菊花茶 媽媽都不忘放冰糖片糖下去調一調去 又或者我們喝的羅漢果茶不是苦的 打破了涼茶就是苦的感覺 這間涼茶店成功在市場佔一席位 雞骨臭可以蒸乾火的會乾的 煙酒多會好些 這間涼茶連鎖店 二十多年前由一間傳統的涼茶店 發展到現在有七十間分店 以前喝涼茶都是一碗碗的 現在全部都是用完紙杯裝 還開創涼茶入瓶的技術 除了想衛生一點之外 都是想打破傳統涼茶老土的感覺 集團十年前決心改革 深化涼茶健康和方便的形象 價錢未必是他們最終考慮 但是乾淨清潔那個包裝 是他喜好的 不要老土的 做生意勇於改革 港投創新固然重要 有完善的風險管理也是關鍵 明天我們會看看集團如何面對逆境 亞洲電視記者 廖嘉欣報導